1.8CG生理實驗稅 抓整劑量抽取交接 下一位藥師開始前 先確認劑量無誤再做稀釋 BNT疫苗接種前置作業複雜 而主公醫院就是因為這樣 誤把沒稀釋的BNT給民眾施打 想避免出錯 醫院到底都怎麼進行教育訓練 我覺得這個瓶蓋會被打開這麼多 有可能是一開始做準備工作的時候 為了要快 然後才又產生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不然來說的話 我們會嚴格要求藥師 在稀釋之前 才能開啟這個瓶蓋 以亞東醫院來說 第一次BNT疫苗開打前一小時半 會先集合藥師 觀看指揮中心 叫戰手冊及影片 接下來反覆練習 稀釋及抽打動作 從食鹽水抽取到混合以及分抽 都有三到四名藥師 避靈進行一個交接一個 最後才由醫護人員施打 並且每個時段固定藥師進行 減少交接錯誤 狀況發生 BNT疫苗前置作業複雜 接下來十月又一次 有五種疫苗同時開打 民眾擔心被打錯 而醫院也擔心 接下來該怎麼規劃 探開疫苗施打流程來看 凹函BNT校園開打 會持續到十月八號 另外第十輪 BNT和高端 則是計畫十月三號接種 還有莫德納 也從九月二十八到十月五號開打 在此同時 還有六百三十二萬劑流感疫苗 也在十月一號接種 光是用聽的就快混亂 同一個接種站最高就是使用兩種品牌的疫苗 那如果說是只有一種品牌當然比較單純 那兩種品牌以上我們就會做分區抽取的一個工作 亞東採取一個接種站最多開打兩個疫苗品牌 流感疫苗會在整間 至於新光醫院每種疫苗分區開打 並且規劃同組人員固定打同品牌疫苗 台安則是分時段打不同疫苗 也由固定護理師接種 開打前也都會貼出告示牌 但民眾要是真的擔心 吃打前還是可以多看評審 也詢問抽藥護理師 以免接種錯誤 TVN新聞 指示為張惟嫻 台報道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